新春期间,希莱寺长达两周的新春祈福活动 得到了洛县警局在安全保护上的支持帮助 希莱寺住持惠东法师特地来到洛县警局总部表达谢意 并捐款5000元,请看详细报道 福光商希莱寺住持惠东法师及寺院的法师 在义工杜惠丽律师、华星保险总裁张国欣等人的陪同下 来到洛杉矶市中心的司法大楼 亲自向洛县警局局长麦谭诺、工业市封局局长村上表达谢意 并向洛县警局、工业市封局的青年易景项目捐款5000元 今年的春节期间,为期两周的庆祝活动里面 有将近20万人来到西莱寺来参观、来上乡 他们在春节期间祈福把自己一年的希望带回到家里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青年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群体 去为社区的人民做更多的好事 那我们社区里的人也希望为此做出一些贡献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感谢我们的警察局 麦唐诺在会中指出 保护、服务西莱寺以及社区是警员的职责和义务 感谢西莱寺的慷慨捐款 这笔上款将用于工业市封局的青年易景项目 该项目为高中生提购客户的教育辅导 避免误入歧途 we're very very proud to have the partnership we enjoy with the Shilai Temple with the Abbott and the Monastic community and as we move forward we're grateful for the donation as well that the Shilai Temple has made to our volunteer program at Industry Station we have a great team working together our goal is to be able to help protect the community to ensure that the community is safe that we set our young people up for success 给他们的机会 能够得到教育 能够追求他们的梦想 而能够成为安全的环境 环球东方记者 李玉冲 洛杉基 采访报道